大家好 今天小政府有107動力的接贊何文杰 心旁的嘉賓就是林悅 最近在網上有火紅 因為林悅在Facebook發起了群組 關注外傭司法覆核官司引發出來的種種問題 透過Facebook的網絡 更加引發了一些社會行動 亦有贊成和反對 今天特別請林悅來討論 這個外傭司法覆核官司 究竟對香港市民帶來甚麼影響 你們在Facebook上進行了甚麼動員 或是甚麼經驗和大家分享 亦身而廣之 我們待會第二節再探討 司法覆核制度 究竟在香港整個公共政策上發揮 應該是甚麼角色 或是請林悅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在網上為何會有這樣的動機 何時發起群組 各位電腦旁邊的朋友 或是用電視看電視機旁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悅 其實都不是很久 在一個月前我們都成立了一個群組 其實我們不單止關注外傭 只不過最近外傭的案件 就真的非常火紅 正如你所說 所以很多討論環節都圍繞著這個案件 到目前為止我們都約一千個朋友加入 主要現在差不多七至八成的朋友都說外傭的案件 以及我們不單止說得難聽 只是吹吹水 我們都其實有些行動做了 在過去幾個星期 我們都跟一些中立人士 我們一起在不同的地區 包括九龍灣、黃埔、東涌、銅鑼灣等地 我們是有一個簽名的行動 而威文來到上面 就是在對上的周末 我們跟另外一些社團一起合作 就是在銅鑼灣擺了那個街頭的論壇 亦都是討論這一方面的話題 所以都收集了一定的名字 亦都討論了一些話題 網上亦都談談 其實在星期一的時候 前兩天我們都有幾位朋友 一些核心的成員 我們就去了高等法院門口 去有一個聲援或者叫做請願的行動 我們自己本身 如果以一個群組的名義來說 我們是沒有一定的立場 因為我們當中大部份的人 應該是全部核心的成員 都沒有政黨背景 我們純粹是希望提供一個平台給網民 去談談一些大家關注的事情 在當中我們在很多的內容當中 我們發現原來有差不多九成左右的網民 都不是很喜歡 或者他們不是很滿意外容 那個居留權的情況 所以我們亦都是代表這一班的小市民 是透過一些街頭的行動 或者是一些請願講座論壇 發放他們的聲音 林瑜說我們這個群組在Facebook 其實成立的時候 不是特別為了一個官司 純粹是希望發起一個平台 吸引多些人一起討論公共事務 不過這幾個月就特別 這個官司引發了成為你的群組裡的主題 甚至有很多傳媒追訪 其實你們發起一個網上的平台 有沒有特定想針對什麼類的市民 或者網民成為你們群組的承認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大方向 我們一班朋友 我們當時都覺得香港的民生的情況 或者一些政治的氣候 是令到我們有些少許憂慮 第一我們見到政府的弱勢 管治的能力我們是擔心的 我們不是說要撐它 或者反對它或者怎樣 但是我們會見到 為何這些政策是可以朝令夕改的呢 即是一時又這樣一時又不一樣 完全是打刀在日的我的 不要說那麼遠 只是今天學校都打刀在日的我 有些大專院校 即是我們是很擔心一些 擁有權力的人士或者從政者 他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即是他們的大方向應該怎樣行 這是其一 其二我們也是很擔心 就是另外一班的從政者 或者議員的人士 他們其實會不會真是著實在民生的方面 去服務或者將居民市民的訴求 是帶出來呢 因為我感覺到很多人士都那個所謂的爭拗點 我又不可以說它對或者不對 但是有些事情可能未至於對民生很大影響 可以去無限地擴大去做 但是有另外一班議員 譬如這樣說 有一些政策或者一些入境條例 或者一些司法覆核的東西 可能最終對民生很大影響 他們就叫你們閉嘴 不要吵 甚至乎是叫那些司長 局長出來 叫你們不要吵 其實我自己都在法庭有聽的 昨天進去 新聞報道都有報道 林官都說他們都不會被外界的社會評論影響 市民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其他有一些大狀就說你們不應該討論 所以我們覺得很多事情很紛爭很亂 希望是建立一個平台 給小市民有他們自己的聲音 還有慢慢地透過發放一定的正能量 去到令到希望將這些不好 或者紛爭的局面慢慢地減低一點 聽林耀這樣說 就好像跟一般過去幾年香港網絡政治 所謂背後的議題好像有點不同 過去幾年其實最成功的大家會見到 是由社民連到人民力量 以至背後人民人網 很紅 都累積了一班其實針對可能比較年輕 亦都可能比較是認為社會政策應該是談妥的 要財富分配 要近乎社會主義的倡議的政策路線 林耀你雖然很短時間 幾個月有Facebook內有1000人的群組 都不容易 即是Facebook我們談話 即是家常又多 你說開宗榮儀是講社會時事的 未必很多人會願意參與 你這幾個月有甚麼成功的經驗 可以和大家分享 又為何會由一個網上的平台 會引發到剛才你提及 又會有遊行 又有論壇 即是否嘗試將網絡世界 和現實的政治做個連結 其實網絡世界 在一個正常的人使用的情況下 其實亦都已經是現實的一部份 無論你是以商業角度 或者以優閒娛樂 甚至乎是一個政治角度 好像我剛才說 我們成立群組 就沒有特別的政治動機 或者是目的 亦都不會說談左談右 當然今期談甚麼 我們可能下一期又講別的事情 每一次談甚麼的時候 每一個議題 其實可能有他獨特的傾向 好像外容官司那樣 市面上很多引述 九成或八成多 甚至乎 好像文匯報都說 98.4% 他說都是反對的 其實某一些議題 它是有他的獨特的傾向 但群組本身我們就覺得不應該有 但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鼓勵一件事就是要很理性 我們曾經 當然在網上世界24小時甚麼都有 我們不鼓勵有些操現衛羽 或是人身攻擊 但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一件事就是 我們的族群 其實它未必是過過90後的 其實有一些是中年人士 或者我覺得我們的族群 在整個網絡世界裏面 是偏年長一點都有 所以可能大家在想 或者接收那個方法 我們叫做Decoding 即是收到一個訊息 去怎樣解碼 那個方法可能有些少不同 亦都是因為這樣 我反而覺得是可以跟其他的群組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網站 是有一個火花在 我所指的火花是良性交流的火花 我們很樂見這件事 至於怎樣會引述到 跳出了那個螢幕 走去街上呢 其實我們譬如我們成立不算久 我們一個月 託賴我們自己也加了朋友 也有些朋友加入 叫做有些人 群組和Page有點不同 我覺得如果你群組是有幾百人 或者有一千幾百人 在這麽短時間 是算進步的 是不錯的 因為Page按一按而已 但群組可能要加入要審批 我們就是因為感覺到 網上的力量是龐大的 大家的討論當中 之前交過朋友當中的討論 都覺得是很正面 很多理性的說話在這裏 加上我們整體很多人覺得 社會在政治上 或者在民生上 是傾向一些有少少 混亂的局面出現 所以我希望將這種正面理性的方向 和一些其他夥伴一齊 透過一些活動 告訴一些未必天天上網的朋友 或者是將我們的群組 或者個人的想法宣揚開去 但聽林瑜這麽説 沒有一般網絡那麽過癮 互聯網就好在沒有網管 可以說粗口 可以罵 罵得是無忌憚 人生攻擊 阿羅有轉過網名 又繼續來過 是的 你們倡議 反過來就是 可能跟網絡文化背道而馳 要理性討論 是的 其實我又想說一件事 其實因為我要跟其他 那些成員談談 今天時間急 所以我不方便說名 但我可以說我們之前的名字 其實我們的名字 就是以前叫做香港良民力量 即是善良的量 我們又沒有針對什麽 只不過我們是希望覺得 是將這種量性的競爭也好 態度也好 或者是一種發放能量的方式也好 在社會當中 希望都佔有少少席位 在大氣電波或是那裏 這個是過往我們的名字 最近改了 所以我們大方向 都是希望將一些正面的訊息 發放出去 還有無論你是支持 或者反對某些議題也好 你是可以透過一些 理性和平的方法 是無論在網上 或者在網下 是舉達出來 我都要重申一下 就是我們 首先就是我自己 我們沒有黨派背景 我們群組也沒有 也沒有受任何捐獻 我們全部都是自己 幾個人任何包 所以我們希望 在這麽比較致命 並在中立一點的角度 是去將不同的議題 都可以跟上一步 跟市民朋友討論好一點 我想林月的Facebook群組成立很短時間 但在外容官司的一段新事件上 都扮演了一個角色 從網上媒體跳到傳統媒體 都看到一些報道 至於林月說 說了幾次 你們很中立 不分左右 市民很快就知道 你多選幾個議題 其實大家會慢慢清晰 群組的客觀 夠不夠中立 好玩就留在這裏 不好玩就自然會消失 按幾個兒子很簡單 所以 但你們特別倡議一種所謂 網絡不一定要把事情簡化 或者不是善情 將社會行動浪漫化 來騙小孩去參加 反而你們反過來 希望大家可以經過理性思考 討論辯論 作出一個社會議題的關注 祝福你們這個群組 可以繼續壯大 多謝Wayman 待會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深入探討外容官司的問題 今天小政府有我何文傑 以及請到林月 網上Facebook一個關注 外容事件群組的一個發起人 剛才林月跟我們分享過 他們Facebook群組成立的緣起 原來不只是關心外容官司 有很多議題 希望透過一個平台 可以匯聚大家客觀討論 但過去一個月 就針對著外容官司的問題 發起過一些社會行動 街頭的論壇 究竟這件外容官司 對林月來講 你認為你最火滾的 或者到這一刻雖然在審 你認為最死亡大眾 應該關注的焦點在哪裏 其實我有去聽審 還有我也跟得挺貼的這個案子 就是我感覺到很多大狀 他們的目標 就是想刮那些字眼上的內容 如果字眼我覺得你住九七年 就OK了 或者怎樣 其實沒有對與錯 但我又覺得 如果你想深一層 如果假若那些大狀 或者他的朋友是一個香港的從政者 或者因為你從政 參與決策制定影響民生 可以很長遠 如果你走錯一步 所以我就會覺得 在這個案子來講 我們真的不可以 法庭可能可以 但作為每一個香港市民 甚至乎是從政的人 是不可以忽略 那個案件對整體香港的社會影響 有些大狀說 其實你們都是亂說 沒有那麼多人 他們未必會申請 他們喜歡回去更開心 但我們亦很想客觀去分析 就是說如果你是平時回廿四個小時 你是拿三千多元 你突然之間 是回八個小時 拿七八千元的話 尤其是假若你是年輕一點 就是問良心 如果你將我自己 或者將你變成他們的一份子 我相信我們都是會申請的 而且香港是容許你雙重國籍的 那麼菲律賓就不容許 但現在菲律賓政府都好像 就著這些案子開始修例 是開始說容許雙重國籍 所以就是說當你沒有一個風險的時候 你只會見到好處的時候 我感覺不到為何這些外傭 是不拿香港的居留權 那麼他也有一些大狀說 拿居留權也不怕 不會有最低工資的 做外傭沒有最低工資的 你們不要整天說 嚇到人們 二十四個小時 一個小時二十八元 躺在這裏就拿最低工資 其實他沒有說錯 就是外傭的案子就沒有最低工資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從政者 就應該說全面一點 或者不要咬文雀字地去說 他沒有錯的 但問題就是 當你有一天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或者你有這樣的能力成為的時候 我想問一問這些人士 你不會再做外傭的 即是你可以 我又懂少少英文 我又洗衣服煮飯也可以 捧餐也可以 我去酒店或者餐廳 或者一些服務性行業 甚至乎我可以去迪士尼跳下舞也可以 即是他們可能星期日也很喜歡跳舞 即是如果他們有這樣的天分 你不需要在家裏再做外傭 你不局限他的居所 不用住在市場的家裏 所以說最低工資對他有沒有引用到呢 其實引用到的 他去餐廳做就28元 他更厲害就35元再多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些說話的從政者 應該全面一點 即是不要當我們小市民 真是完全不知道 我覺得香港的普羅大眾是在進步著 對於政治或民生的關注是好助的 即是不會像以前那些歌仔那樣唱 但是否可以進步到一個地步 就是全部地沒有任何監管呢 我覺得這一刻亦未到 是要慢慢時間去培養 大方向很多從政者他們的從高理想 我很認同 但問題是這一刻可能未是最好的時機 包括是說外傭的案件說 你要公平沒有歧視 當然是好 這是一個大同的世界 我們跟網民聊天 我們網民跟我們說 這個是好 當然是個個都想 但香港行不行呢 你要有九百萬的人在這裏住的話 我們是要多三千多公頃的土地 要哪裏找呢 同一批的從政者可能亦不喜歡發展 有些填海或建樓又不喜歡 政府山又不可以發展 甚麼都不行 那怎樣來呢 同一批的人又可能很提倡 某一些退休保障 那錢又怎樣來呢 所以我覺得要實際解決 居民的問題先 當我們有甚麼能力的時候 可以幫到世界其他部份的人 這是好事 或者我們跳出這樣說 外傭的居港權這個問題 好像從來不是在本地公共事務的議程上 好像突然因為這個司法覆蓋的官司 進入了一個審議的階段 大家才發言醒覺 這是一個問題 我翻查過各大政黨的政綱網站 從某一個政黨就有一個政綱寫著 以爭取外傭居港權作為政黨的政綱之一 不過到今天傳媒追訪 不同的政黨都要表態 都要走這個問題表態 有些主動的 有些被動 有些被動 但其實這個話題對市民來說都很陌生 但其實背後就是整個外傭政策 顯露了 好像林宜那樣說 顯露了一些政黨或政客的雙重標準 或者叫做甚至可能是偽善 很多時政客就說 我們香港要剃造美麗新世界 我們要最低工資 每人都幾千人工 最高工時 標準工時 但這是局限於香港人 原來過了一條河在深圳製造的工廠工人 他們是顧不到的 亦都不想來 亦都不想他們來到香港爭飯碗 舉例 好像有些工會反對 起樓用那些預製的 預製組件 原因就是預製組件在東莞那裏 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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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就起好 施壓叫房屋處起樓不要這樣做 但是東莞那些工人 如果政客爭取到之後 東莞那些工人是失業的 那政客爭取的是甚麼呢 即是 是否真的選票 或者是否真的好聽的 選民覺得好聽的說話 外傭問題其實 這麼多年來 我不知道林瑜怎麼看 在香港都是一個很獨特的歷史發展 最初的時候其實是達官貴人 半山區羅邊神道 講洋話的 想請一些外籍的傭工來 同聲同氣 同聲同氣 方便一些 到後期發現越來越多人是這樣做 希望本地立法規範了它 才引發了一個外傭的條例 有了規範之後自然又多了一些中介公司 又開始越來越多人去做培訓 做介紹 造成了中產家庭都很普遍去聘請外傭 這是很獨特現象的 其實二十多萬的外傭 其實幫助了我們二十多萬的家庭的婦女 可以出來工作 釋放了一個能量 這個八十年代開始的外傭政策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是隨著看到八十年代之後 香港的婦女就業率 比其他大城市高 是無用置疑的 我們那個新級的差距是小的 其他地方 男性和女性 是 都是長年累月的女性 才可以出來工作 慢慢爬升到現在 管理階層的女多男 整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很結構的 你很簡單可以問一個問題 很反諷的 譬如說 童聲童是為何我們中國人 不可以請國內的傭工來打工 你出外傭的人工 他都來的 很多人願意來的 上海人吃上海菜 可以炒到炒年糕很好味 照顧長者 是 照顧長者 其實為何我們這麼久以來 我們不可以做這些工作呢 你說外國 可能覺得山場水縣 又不肯來 反過來 內地的傭人 覺得同聲同氣 願意下來打工也不頂 其實Wayman 你帶出了一個很好的話題 就是說 看回歷史因素 其實傭工就二十多年了 我發現很有趣的 有一些政黨或者人士 在港英年代他不會出聲 他不會說不好 不會幫那些越南船民爭取居港權 很多住滿七年 當年要遣返 沒有東西的 那些律師大狀沒有問題的 但是一去到回歸之後 就很多司法覆核 起橋鋪路又不行 這個又不行 那個又不行 但是我又會覺得 這些歷史因素 我們都要考慮 不可以說過去就算了 那究竟為何會這樣 會不會背後有些東西 不只是公義 歧視那麼簡單 我覺得問題就是 如果作為政黨政客 你有一個一致的原則 展露出來 讓所有人看到 你是拿著原則 譬如你真的覺得 普世大同 或是自力爭取全球人類的 我偷渡進來 范祖岸坐七年牢 他又要給他的 越南難民又要給的 那這個你又爭取 你又爭取到公眾的認同 你去支持你的信念 但是就不是說斬件式的一個問題 亦都好像剛才提到 我們有很多設計外傭的 一些很根本的政策問題 為何太傭 印傭 非傭又可以來 越南又不可以來 澳門是給越南的去的 澳門給越南的人來做傭工之後 越傭又比例大幅增加 香港又有一成不變 不肯改 越南會說中文 是的 還未說內地 內地當年你說 怕他難以識別 是不是偷渡客 今時今日 很多制度都健全 為何不能夠討論 這些政策 其實就沒有拿出來 在公眾討論 這個引發我們下節 突然之間就施法覆核 為何施法覆核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處理公共問題的制度 我們下一節可以詳細討論 不過針對外傭 實在是一個很大的 引發很大的問題 林若你來自一個中產屋苑 小中產 你的社區裏面的街坊 如何討論 其實我和我接觸 我熟悉的街坊 我都問 我最近都 我不會硬撂人聊天 但都問了二三三四十個 我未曾接觸到一個 小中產社區裏面的街坊 支持這個政策 亦都在群組網上 我們都會看看紀錄 其實九成以上都是反對 所以我就覺得 從政者是否應該 以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 作為設想先呢 當你有這能力 當世界都大同 或者當其他國家 對香港人都很公平的時候 我們當年都沒有居英權 拿個BNO 又不見有些律師大狀出來說 這麼有趣 我覺得當要公平 歧視公平一定是有的 這個世界甚麼都有 但你要做到這麼完美的 烏托邦的世界 你必須要套回我一個網民的說話 我們有個網民叫潮叔 他也跟我說 他說好的 但就麻煩要全球化先 一個地球村 人家對你又公平 你對人又公平 要不然我們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或者各方面都未配合到的時候 這樣做 會香港進入一個萬劫不復的景地 下一節回來再探討 由外傭這個司法覆核的官司 引發大家一種思考 司法覆核本身這個制度 是甚麼制度 究竟是我們怎樣利用這個制度 才可以為香港罷關 今天小政府節目有何文傑和林月 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外傭的司法覆核官司 剛才我們說到在Facebook引發很多關注 二次走出來遊行 林月是發起人 Facebook是群組 遊行我們沒有份 另外一些組織 論壇 簽名 走出來現實的政治 希望影響公共討論 但是整個外傭的司法覆核官司 背後更值得探討的話題 就是司法覆核是甚麼制度 這個制度怎樣影響公共政策 一般市民其實印象一聽司法覆核覺得是甚麼 你會這樣說 司法覆核我個人見解是一個好的制度 是應該要有的 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或者是一個政府容納或者願意接受挑戰 或者是有一個好的心胸去改善政策的執行 是有的 西方完善的國家很多都有這個制度 是值得推崇的 但是講深一層究竟應該甚麼時候 才用司法覆核呢 一般情況下是一些行政的失當 或者是一些有冤無怒訴 或者怎樣都沒有辦法 你要透過三權分立的制度之下 那個司法獨立的權力 去質疑另外一些權力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香港我覺得 有少少走偏激的路線就是說 甚麼人都司法覆核 無論你大事無大小 甚麼都司法覆核 而且這個覆核 很多時候提倡覆核 或者協助覆核的人 是推翻自己原本的一些想法 為甚麼呢 譬如說東涌、廣珠澳大橋 原來有些政黨立法會議員 在廣珠澳大橋的時候 在立法會是支持的 但是他們又有些核心成員 會去協助一些司法覆核去 嘗試去叫停 或者不要說叫停 去質疑那個大橋的合法性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另外就是說 司法覆核呢 通常他們現在我感覺到很多 例如以高外傭的個案 他在挑戰一些憲法 其實憲法應該是一個大框架 即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憲法 是一些大方向 例如你開會 大家開業主會 或者開一些區議會 或者甚麼都好 可能談了一些大方向 我在哪裏建一個公園 然後可能會由民喻康樂小組去跟 或者是怎樣 但是也是因為本身立法的原意 憲法是一個比較籠統的大方向 就變得它是沒有那麼細節的 它只是一個指引性 一個引導性 一個框架 在框架 你在其他法例的時候 就不要超越這個框架 就為之OK的 但是我發現一些案子 就是很多的司法覆核 是挑戰這個憲法 但是它是用一些細微的東西 去刮你的憲法 當然法例是人們做出來的 當時人大也好 誰都好 他們做這個法例的時候 它沒有可能想到每一個細節 即是連這一個層也想到 是沒有可能的 就好像我們開會 沒有可能 即是你開一個會 你要這樣 你可能要一兩百個議程 就連開 每次都拉部這樣搞法 這樣不行 所以你必須要制定大方向 之後有些執行 有些細的法例去依附著它 你去做 但如果是因為你覺得某些事情不對 或者不公義也好 你去透過司法覆核 每一次去刮一個大的方向 裡面的洞洞洞洞 我可以預計這個程序 將會沒完沒了 接下來都會有很多司法覆核 尤其是如果是拿法援 即是動用公家的錢 即是你和我大家都有份的錢 去給某些人士 真的這樣去使用的話 我們先不要說那些案子的後果 只是這個案子本身牽涉的成本 時間精神 政府往往是被告 或是回答員 即是這樣 裁判員 也好 他又要用很多時間去處理 又是一筆的資源 然後如果他用了很多精神時間 金錢去做這件事 他可能在其他地方就有些閃失了 可能又會被人罵到很厲害 那是否應該呢 很簡單一個例子 一句 當年有人透過一些法律程序 令到父母都不是香港人的人士 在香港生的子女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這樣的情況下 導致後來這十年來 醫療各方面承擔很大的壓力 所以香港的婦女 或者父母是香港人 那些床位就很緊張 就是這樣 那又有些人 因為這樣 原來當年他們有份去鼓勵 這件事 去導致這件事 或者去協助這件事發生的人士 可能他們反過來 就跟那些父母說 政府壞 誰都不讓床位理 所以我們要去七一遊行也好 那些人又走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 是否要這樣做呢 一個從政的人士 我覺得 對社會上的事去做 希望正面一點 希望 林若說 咬文雀詞本身就是從事法律工作的人的專長 不是司法覆核 一份可能是電信合約 你也可能是律師讀出來 咬文雀詞 家裏有線電視的合約永遠都停不到 其實法律的專業其中一個責任就是在那些條文當中去轉 無論是民事刑事以至可能是這些憲法性的官司 不過司法覆核的機制 例如林若剛才你所說 在近年的角色 是否有一種轉型 這很難說是否回歸後特別大的轉變 但本身的制度是來承襲英國普通法的體系 本身就是作為一個公眾的最後把關 是 用司法的公正所謂的客觀 去為一個政府做了一些錯事的時候可以停止它 並不是越阻礙 就由司法機關去取代行政機關或者立法機關 大家經常說司法覆核就好像簡稱告政府 但都不是什麼都告得的 即是說政府某個政策 最低工資不對28元 李卓人說要33元 李卓人可不可以告政府呢 又不行的 簡單來說司法覆核有三個基礎提出的理據 一個就是政府犯法 違反一些法例 好像今次條例就是 提出的認為違反基本法 一個憲法性的文件 第二就是違反諮詢程序 特別是一些法定的諮詢程序 譬如經常說成規會 好像林月剛才提東涌 港珠澳大橋 那個覆核成功就是 他的諮詢程序沒有完成法定的要求 第三就是違反公眾的期望 這個就是比較抽象一點 亦都法官拿得很緊的 即是如果你純粹拿第三個理由 提出一些覆核的案件 很難拿到的 但你所以知道香港 有百多個政府部門 每天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你要找出政府一些錯誤都不是難的 你每一次審計報告出來 那天很好看的 林月剛才說得對 其實在一個政府的體制運作 司法覆核只是為我們市民把關的 其中一個基建 或者應該說最後的一個關卡 因為它的成本很高 而為何我們會成立了 譬如好像申訴專員公署 有一平基會 私隱專員公署 涉聽專員 你不要管每一個政策背後 是否還有爭議 警監會 但其實這些機構 其實都是在某程度 監察行政機關 你不要犯錯 或者你不要離譜 不是所有事情 一去就去了司法覆核 那為何不是說 司法覆核說最好 法官應該最公正 又終身制 但你要想想 法官是一個最沒有民意授權的人物 他純粹是委任出來 當我們香港經常罵 委任是不對的 委任是邪惡的時候 為何要取消委任區議員 很神秘的香港人 一方面覺得委任是邪惡的 委任是不對的 另一方面又會覺得 由委任產生的整個司法體系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這些委任出來的人 一定不會犯錯 但大家要知道 打官司做律師 永遠有人有輸 一半贏一半輸 法官會被人上訴 都是下級法官犯了錯 其實是有發生的 是經常發生的 但我們要一個最沒有民意基礎的司法機關 去處理一些公眾的問題 其實是會出現一個和民意很大的落差 好像現在外陽的個案 所有的民調也好 無論是甚麼規模 其實我不可以說九成十成 但我一定可以說得出 我相信大部份的香港人是反對的 好像林月你今次在Facebook很短時間 很凝聚了一些市民的關心 這是一個原因 一個顯示就是 其實市民對外陽官司的判決最終 可能對自己的影響很著緊 反映的是這是政治問題 其實大部份公共政策的問題是政治問題 而不是法律問題 但現在法律是最終的決定 是會影響到所有的政治和民生 如果你用了法律的工具去解決政治問題 其實最終可能會衍生更加多的政治問題 是很多的 就是作為政客或者是負責任的從政者 就要去考慮清楚究竟這個機制 是不是我們適當的時候才去啟動 以及是不是在必須要的時候 如果有些是透過政治的問題 可以透過政治的運動 譬如你真的爭取覺得外陽居港權 是一種很神聖的人權 你就立法會立法 你的政黨就拿來做政綱 你每次選舉的時候拿出來做你的口號 呼籲市民支持你 你夠票就算沒有民主的立法議會 你仍然可以不斷提出 你出人也不提出了工資 到政府最後都低頭 這個就可以了 沒有人後來沒有問題 定了有問題 市民也會在選舉中告訴你 我不喜歡你定出來的這些政策 即是你不可以繞過市民 不可以繞過一個選舉的程序 繞過一個立法的程序 然後就去一擺放上神台 然後那幾位委任至高無上的人 就去決定了 決定完 正好你就可以 不正好我又再去上訴 直至到沒完沒了 那整個香港社會很耐好 還有林如一路提出 今次的官司 涉及基本法條文的理解 大家要明白 這個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法 有真是很獨特的歷史背景 是很特別的 一般的憲法 其實是不會有那麼多 那麼仔細的內容 在憲法的內文裏面 譬如去到一些很涉及很仔細的政策 基本法都要提及 因為當年玫瑰的時候 大家人心惶惶 覺得害怕會不會失去財產 還有你有兩個派對 有中有英 大家都要就着各方的思維 把那些東西都放下去 但是都是沒完沒了 因為都是那句 你不可以把每一顆塵都搞定 因為憲法本身 就不應該寫得那麼仔細 最簡單 公務員說 這個待遇不能改變 都打過官司 那次減薪 公務員團體都來告政府 說你違反基本法 那基本法怎麼寫 這麼仔細的 公務員的待遇到憲法上 但是這個改變不了 就是香港的一部分 基本法 但是當中我們怎樣去 有責任地去令到憲法 運行得暢通 大家要想清楚 因為如果我們 一旦是不斷去用這個 基本法的空凡來作為 一個司法覆核的內容的時候 就真的很多的政策 當然作為憲法我們又不能不重視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們重視憲法沒有問題 但是你基本法158條 說明是可以人大釋法 但是為何你這班人 這裏就說要重視尊重法治 那裏又說你不可以執行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一條條例 不是說我支持釋法 但是由於法律上真的出現漏洞的時候 影響香港的政治和民生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沒有選擇的話 使用香港的法律去做事的時候 為何又要吵呢 釋法最大的擔心就是 在法律界來說 很多人擔心普通法體系 一個基本原則就是 不會理會立法原義 這跟大陸法是一個很本質的分別 大陸法體系就會很考慮立法原義 而香港行的普通法 一向就不會考慮立法原義 因為普通法是一個好像生命體 它會隨著法官的判詞 隨時改變的判案 令到法律適應社會的轉變 但是你一說釋法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行政機關去作出一個解釋 甚至按當年的立法院的解釋 那就衍生了很多問題 究竟當年是怎樣想的呢 立法律是否真的是這樣 到時有份立法的人就出來說 說你的法官是說錯了 法官又很難判案 其實每一件事都有問題 兩害取其欺欺 如果大家都知道這麼大問題的時候 不斷製造這種兩難局面 其實只是步步削弱香港法治基礎 令到基本法要不斷釋法的時候 亦都開一個很壞的先例 今天我們時間有限 未能夠跟林月再詳細探討 下個星期小政府繼續跟政府說說數 前方是要不斷製造的 不斷製造的 以為我們不斷製造的 人類似的